台湾的飞弹家族 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湾的飞弹家族第13集 这一集我们要延续上一集 讲到天宫防空飞弹这整个家族 接下来我们要聊有关天宫一型防空飞弹 以及它的长白雷达 首先更正上一集 有关胜利女神防空飞弹的部分 有朋友在这个单位服务过 来提供我们补充的资料 它的第一集跟第二集的火箭 都是固体火箭 因为立式型飞弹是属于改良型的飞弹 胜利女神有其他的型号 包括胜利女神飞毛腿飞弹 它的第一集火箭就是液态的火箭 所以立式型它的第一集火箭 已经提升为固体火箭 这样保养上也比较方便 装填的时间也可以比较迅速 接下来我们回到天宫防空系统 在胜利女神立式型防空飞弹 逐渐老化的同时 国军也开始规划接替的飞弹 但是由于当时的国际情势 对台湾非常的不利 有能力开发射程70公里以上 防空飞弹的国家只有苏联以及美国 所以在当时美国即将要跟中国建交的情况下 还有建交初期的蜜月期 在这个环境之下 美国政府几乎不可能出售任何先进的防空飞弹给台湾 所以在当时中科院在代院长黄孝中先生的带领下 开始开发新一代的长城防空飞弹 我们在雄风三行超音速反舰飞弹的时候就有提过 冲压引擎的飞弹原本的规划是天宫甲型 要来作为防空飞弹的用途 因为参考了美国CIM10的冲压防空飞弹 而天宫乙型是固体火箭的飞弹 结果没想到由于冲压发动机研发的进度严重落后 所以后来就将天宫乙型更名为天宫一型 后来就成为我们所看到的天宫一型防空飞弹 天宫防空系统在研发的时候 当时基本的设定是要取代胜利女神力士型防空飞弹 所以必须具有下列的能力 第一它必须是属于中高空的防空飞弹 第二它必须是先进的弹体举身的方式 第三它是必须是采用向位阵列雷达 第四它必须具备应付及处理饱和攻击 还有多目标接战能力 第五它需要用发射箱的方式来储存 在这里说明一下这几个特点 首先中高空的防空飞弹是由于原来胜利女神力士型防空飞弹 它的接战距离就是属于远距离 而且是中高空的空城 第二弹体举身的意思是说 传统的飞弹它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弹翼来提供它的身力 可是当你的火箭引擎出力够大之后 飞弹本身的弹体它就足够提升它身力 所以这是比较先进的飞弹才会采用的方式 第三个向位阵列雷达 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电子式雷达 有机会我们再另外开一个单元来介绍有关电子式雷达的分类 第四具备处理饱和攻击还有多目标的接战能力 因为原来的胜利女神力士型防空飞弹 它一次只能发射一枚飞弹接战一批敌机而已 而先进的防空系统因为采用向位阵列雷达 所以它可以同时搜索很多个目标 并且锁定其中最具威胁性的几个目标 连续发射它的飞弹来进行攻击 所以就具有多目标的接战能力 第五个采用发射箱的方式来收纳它的飞弹 用这个方式可以平时就让飞弹保持在一个适合的环境 避免风吹日晒 那这样子可以让飞弹的保存状况更为良好 原先规划的天空一型防空飞弹 它是一种半主动导引的中长层地对空防空飞弹 有效的射程大约是100公里 所以由于是半主动导引 它就需要照明雷达来照射它 所以在飞弹的弹体部分是由中科院自己独立完成 在当时主要是参考爱国者防空飞弹 以及苏联的S300防空飞弹 它的导引采用双重巡标导引器 所以具备强化的电子干扰能力 那这边的双重巡标器 一般都会认知为是雷达及红外线两种巡标器的整合 在左边左上角这张照片是英式飞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英式飞弹它的弹翼面积非常的大 左下角这是爱国者防空飞弹 可以发现它的弹翼非常的小 但是由于两者的火箭引擎它的出力差异非常大 所以爱国者防空飞弹它的火箭引擎出力大到足以提供它所需要的生力 而在右上角这张照片就是天空一型防空飞弹试射时候的照片 所以它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涂装方便进行观测 我们可以由英式飞弹跟爱国者飞弹的比较 就可以知道两个世代的飞弹差异有多大 我们可以看到速度 英式飞弹它是2.4马赫 爱国者飞弹它是5马赫 由速度我们就看得出来 爱国者飞弹它的速度超越英式飞弹非常多 而在导引的部分爱国者是采用TVM的导引方式 这我们在有一集专门讲导引系统那部分有跟大家介绍过 它是第一枚飞弹会提供它的扫描资料回传 提供给第二枚飞弹做参考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特殊而且复杂的导引方式 而英式飞弹它是采用半主动雷达导引 所以它是需要有一个照明雷达 也因为这样所以它们的导引系统还有雷达设备的差异就非常的大 不过在中科院内部 因为当时负责天工飞弹是二所飞弹所 原先它们主要是在研发冲压发动机 所以原先它们也是以冲压发动机优先 然后之后才要再发展固体火箭的防空飞弹 而且在当时由于同步在推动天马计划 所以最后是由参谋总长宋长志先生决定要优先研发天工飞弹 甚至后来引发了中科院高层的增值 但最后的结果就是进行了相关的人事调整之后 由黄孝中院长自己担任天工计划的主持人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天工一型的半主动导引寻标器以及红外线寻标器 在1986年的时候完成测试而且开始量产 当时出厂命名为中正100天工一型 并且在1986年12月22日成军 天工一型飞弹它是将弹体储存于飞弹箱之中 再以四枚飞弹为一组安置于牵引式的发射车 为一个发射单位 在试射的初期飞弹的弹体比较类似于鹰式飞弹 它的弹意比较大 到了后期才逐渐优化为类似爱国者防空飞弹的外形 而且曾经以红外线寻标器 由后方来追击鹰式飞弹 就是它先发射鹰式飞弹之后呢 从后方再发射天工飞弹去追它 所以后来在95年96年的飞弹危机的时候 国防部还曾经发表说 天工飞弹曾经拦截过鹰式飞弹 以这种说法来安抚当时不安的民心 可是这时候就像我们比较略懂这些飞弹的人 就会觉得这有一点愚民政策 可是在当时好像又是不得不的做法 因为我们都知道反飞弹一般是面对面对象的拦截 从后方拦截的状况其实很少见 几乎不太可能 可是没有办法 不知道各位假如换成是你 会用哪一种方式来安抚大家 另外在发射箱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左下角这是爱国者飞弹的发射箱 它的发射箱前端完全是平的 所以爱国者飞弹发射的时候 其实它是直接从箱子里面穿出来 甚至早期有一种好像爆炸出来的感觉 就是有理向外突破 那我们看右下角天空飞弹的发射箱 其实它看起来就结构比较简单 而且它会在前端有一个弧形 而且它已经预设好四片式的爆破 所以我们假如有看到天空飞弹发射的时候 你会很明显看到它飞弹出来的时候 发射箱的前端会直接破成四片 所以它跟爱国者的设计就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从发射箱这一点差异来分别 它是哪一种飞弹 也由于这一些消息的误传 所以像战士年舰 它对外的公开资料 它认为天空飞弹大量的参考英式飞弹 而且它认为有获得美国 85%以上的爱国者飞弹技术的转移 但是除了飞弹之外 像雷达就没有取得美国的技术 所以它认为天空飞弹是比较落后的 另外中国它认为天空一型只是鹰式飞弹的复制品 射程大约只有30-40公里 而要一直到天空二型飞弹 才是复制圣力女神力士型 这时候的射程才有100公里 不过像这一项错误的讯息 其实假如发生在敌人那边也算是一件好事 因为就像天空二型出来的时候也是 中国一直误认为它的性能只类似于麻雀飞弹而已 所以他们都小看了台湾生产的飞弹 万一那时候假如开战的话 倒霉的应该是解放军 爱国者飞弹它的核心技术 其实是在于它的AM-MPQ-53雷达 这个雷达它是搜索以及锁定都可以在一个雷达上面完成 所以爱国者飞弹系统它的雷达设备 只要靠这一具雷达就可以完成全部的工作 它对于一般飞机的距离是160公里 天空飞弹计划是最早的合作对象确实也是希望跟爱国者飞弹的生产厂商雷神公司进行合作 不过好像没有获得对方的回应 所以最后转而向生产海军神盾系统的RCA公司来寻求技术支援 所以其实整个天空飞弹它的系统接战的模式反而跟海军的神盾系统比较像 那也由于天空系统的雷达研发进度落后 所以在初期天空飞弹是由英式飞弹的雷达射控来协助 所以当时有做一个东西叫做天核系统来当作整核的界面 等于是把英式飞弹的雷达看到的东西翻译给天空飞弹 让它可以取得目标的资料 所以一直到1989年长白雷达研发完成 整个天空所有的单位要到1992年才达到全战备的效果 这时候才终于成为继爱国者跟神盾之后 全世界第三套用相位阵列雷达所建构的防控系统 天空一型飞弹基本上都是由中科院自己独立完成 可是在搜索雷达由于天空计划室一开始就设定 它们必须是相位阵列雷达 所以就在1983年就决定跟开发神盾系统 ANSPY-1项列雷达的制造商RCA公司来合作 这部分是由三所电子所来负责 依照现任桃园经发局长 就是前熊山总工程师张成先生在节目中表示 中科院当年派员去美国在RCA的指导下 学习设计长白雷达 其中在讯号处理器的部分 美国仍然留有一手 所以初期的讯号处理器 由美国提供四套原厂的设备 可是之后由中科院自己研发完成 并且取代原来的原厂的讯号处理器 最后中科院总共生产了八套长白雷达 在1987年的乔泰演习中 有亮相一种360度升降型的长白雷达 当时震惊各国 不过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在网路上不小心看到有人留言 这是当年阅兵专用的模型 据说是用盒板跟轻钢架做的 因为这一个发射车完全不合理 因为升降的雷达 它并没有操作的空间可以来进行作业 而且以当时的技术做不出在这么小的体积内 的360度的雷达 所以它的讯号处理单元也没有地方可以放 而且这么重的雷达也没有办法轻易的升上去 所以真的只是当时为了要鼓舞士气而做的模型 这当然是我事后的看法啦 不过在过去二十几年 我们都一直深信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到了1989年天空系统服役的时候 在三峡的细致中心有举行一个成军典礼 在这张照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一座长白雷达的机动雷达车 后方还有两座CS-MPG25的照明雷达 不过这个机动雷达车也只出现过这一次 相信这只是当时的其中一个实验性的产品 真正后来服役的长白雷达 其实是照片中这种固定阵地的 而且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物 它是采用美国提供的固态收发单元 不过目前现在很多零件都可以在台湾生产 而且长白雷达可以并入墙网系统 负担防空作战 所以它也可以转为监视或者空中管制的任务 那一般一座长白雷达 它的一面雷达天线 可以覆盖前方120度高低70度的范围 实际的操作距离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而由长白雷达后来衍生出了风眼 还有长山雷达 还有海风眼 海鹰眼 还有海军的训练计划 所以长白雷达其实是整个计划中成败的关键 另外照明雷达也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天空系统的运作方式跟美国的神盾系统运作的方式比较接近 美国的标准二型飞弹它射出去之后 先是采用惯性导航 飞到半路之后才由照明雷达来照射 所以它可以分时照射达到多目标的接战能力 所以一套完整的天空一型防空系统 它会有一座长白雷达 还有两座照明雷达 另外还有十辆的天空飞弹发射车 每一辆发射车上有四个发射箱 所以一个天空飞弹连 它有40枚的战备弹可以使用 最后我们来比较爱国者飞弹跟天空一型防空飞弹 它们在外形上的差异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长度弹体的直径部分 差异是不大的 所以我们也推估天空一型防空飞弹 它的速度应该也是接近5马赫 只是在导引的部分 由于作战系统的不一样 所以爱国者是采用TVM的方式来导引 而天空一型防空飞弹是采用中途惯性导引 末端是半主动雷达兼红外线导引 双寻标器的方式来进行锁敌 由这张发射时的放大照片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左边这一张是爱国者防空飞弹 右边这一张是天空一型防空飞弹 可以很清楚看到天空一型它发射的时候 发射箱口的部分会碎成四片 预先化好的四片来爆破 而左边的爱国者防空飞弹 它是直接穿出 所以两个的发射方式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也可以由发射箱的外形来区别出这两种飞弹 我知道很多人就会提出说 那就把天空系统搬到船上去就变神盾系统 其实在陆地的天空系统因为地不会动 可是上舰之后由于船一直在动 所以整个系统变得非常的很难控制 这我们可以由天舰二型搬到变成海舰二 中间的技术瓶颈就可以发现 困难度其实是很高的 部分讲述的内容 来自于很多年前我看过的天空文集 还有陈传稿博士所出的回忆录 天空一型防空飞弹 它是全世界第三种相位阵列防空系统 具备多目标的接战能力 所以可以应付饱和攻击 当然在它服役之后 美国也在1993年1月宣布出售 三套爱国者防空飞弹给台湾 另外在95年96年的飞弹危机中 长白雷达也发挥它长城预警的部分功能 不但能够清楚看到中国所发射的 地对地飞弹的弹道之外 并且中科院也立刻修改程式 让我们可以迅速的回推飞弹的发射地点 也由于天空一型防空飞弹的成功 所以后续发展出了天空二型及天空三型 还有海空三防空飞弹的系统 继续保卫台湾的天空 感谢研发人员以及在这些单位服务过的 所有的亲朋好友 还有各位乡亲 感谢大家为国辛劳 另外在天空文集里面也提到 研发过程里面也有同仁因公殉职 也在此哀悼 好了我们这一集就先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